经常有朋友问我老师买什么牌子的吉他好 我一般很少会介绍哪个具体的品牌 为什么呢 视频告诉你答案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为初学者在选情方面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想买琴的朋友请耐心看完视频 先说说大家都知道的一线品牌 马丁、泰勒、监普森这些 要买到纯正媒产的了 基本上都上万了 这些品牌也有低端型号 但是建议买这些牌子的了 选择它的高端型号 那么价格了也就上去了 一般第一把琴很少买这样贵的 毕竟一万块往上走 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有点狠的 这些品牌的低端不太建议 大牌纯正学统的型号 都经过多年的考验 价格往往水涨船高 比如说经典型号 马丁D28 早些年一万多 到现在两万多的价格 还在称称往上涨 如果冲着这个牌子的低端型号去买的话 但是也是进口的 进口两个字代表什么 知道不 运输成本 还有这样那样的税在里面 那花大几千买的了 其实也就是一个牌子了 性价比真的很一般 我的建议是先买一个性价比好的 几百块钱呢 那就真的不用问了 大概率是烧火棍 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 当你水平进步了 原来的琴已经不能满足你了 你对音色 对手感有个人的见解以后了 再去换高端琴 这样呢 所带来的满足感是很爽的啊 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了 听风就是雨 别人说这个好听 那个不好听 买这个 不要买那个 等等等等 你初学者管他干嘛呢 音色是很主观的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喜欢哪种声音 不要管这个 各喜各爱嘛 是不是 重点来了 那既然要帮到初学者选择了 我介绍的价格集中在两三千元左右 这个等级是国内各大品牌竞争最激烈的啊 价格不高不低 一般都能承受得起 现在好像买什么东西 只要扯到国产了 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 总觉得国产不行啊 这样那样的啊 告诉你 实际上很多大牌群 也是在国内生产的 吉他制造业在国内 虽然时间短啊 但是发展是非常快的 全球四分之一的吉他产量来自广东省 现在可能还不止了 广东是吉他制造大省 很多优秀的工厂 可能有些品牌呢 都是某一个工厂出的啊 品牌方面拥有核心技术 投入大量生产呢 就找代工厂来做 你说国内没有技术吗 完全可以做好琴 有些代工厂呢 也出自己的牌子 为什么没有出现 像马丁泰了这样的大牌呢 缺少的就是底蕴 那你要享受大牌 带给你这些底蕴的话 那就要舍得花大价钱了 就谈不上什么性价比了啊 为什么我没有介绍 四五千左右的琴呢 是不好吗 看下面这个视频 音乐 Zither Harp 这是一把工厂琴价格2000以内 现在我手头上的这把是7000多的亚马哈 刚刚那把琴呢 我自己把手感调得非常舒服 几乎和亚马哈相差无几了 在音色对比上呢 亚马哈的音色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 很多都是这把琴录的 朋友们在手机上听到的音色呢 是经过多次压缩的了 音色有点失真 我自己能切身体会到肯定是亚马哈的好一点 亚马哈的价格可以买几把那个琴了 但是音色和体验感有提升几倍吗 没有的 打个比方 在质量过关的前提下 一把4000块钱的琴 不可能比2000块钱的琴 在音色和体验感上好上一倍 只是在某方面有点提升而已 懂了吧 吉他呢 是这样子的 无论你买什么价格的琴 你所付出的价格能为你带来多少体验感 你大概要有一个了解 那说了这么多 为啥不介绍几个牌子让大家去选择了 初学者呢 一定要知道一个概念 即使是同品牌 同型号的吉他 多多少少都存在差异 外观上来说 越是实木琴 外观越难统一 因为木纹不同 木料的颜色有深浅 音色方面也会有差异 和电子产品不同 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琴 这些呢 对初学者来说呢 都是次要的啊 最关键的是手感 一把手感不好的琴呢 是没法继续下去的 极大的打消你的恋琴积极性 手感好坏 和工人装配水平的差异有关 又好比哪天工人师傅心情不好 或者是赶工等的交货 造成质量不过关 这种情况是有的 就看厂家品控的把关了 所以说呢 不好去刻意介绍某个品牌 最好由懂行的人挑 还有一点初学者要知道啊 心情呢 是需要调节的 琴弦低一点的手感就好一点 但是不能太低 太低呢 会打品 琴从厂家出来了 一般不会太低 是厂家不会调吗 不是 太低容易打品 不懂的人以为琴有问题 知道吧 所以就没有调太低 还有在储存和运输当中呢 天气的变化 或者是由于外力的原因呢 也可能造成琴某些地方变形 所以说呢 心情通过专业人士的调整啊 这样能保证 琴到你手里是最好的状态啊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了 有懂行的人帮你挑 和能帮你调节呢 是最好不过 对初学者来说呢 你不想买到烧火棍 保险点 建议了2000块钱左右啊 不要在选情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会不会任务的呢 我会不会任务的呢 但我们就会不会任务的呢 那你会不会任务的呢